朋友们 我们现在要去做海鲜吃了 刚买完的新鲜海鲜 我们写价钱给你们看 多少钱都嫁给你们看 好的 这样会比较好 这个螃蟹 螃蟹也是清蒸 螃蟹也是清蒸 清蒸 清蒸是整个蒸的是不是 应该是的吧 我问你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做法到底是怎么蒸 先用蒸也可以 清蒸也可以 现在是白蒸 那就白蒸 我觉得要白蒸 鰻鱼我们做啥 做红烧吗 红烧吧 鰻鱼 鰻鱼做那个豆豉蒸好吃的 那就豆豉蒸 豆豉蒸是吧 好 这个是皮皮虾 皮皮虾 椒盐的可以 好 七十二 五样菜 还可以 我要拿给这个东西的吗 好 这个我们拿走 209 209 谢谢 谢谢 好 嗯 我们坐这 大家好 我是夏天 大家好 华姐 上一期视频的时候讲到 我们带大家来到了这个黄城港这边的启沙镇 这边有一个海鲜市场 哇 真的是海鲜满满各种各样 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啊 嗯 看的是眼花缭乱 我们也专门买了几样特别想吃的啊 今天这期视频就是我们直接买完出来以后 就在它旁边的这个餐厅就可以直接加工 我们现在现场现买现吃 体验一下这种新鲜的感觉 对 吃一下这种鲜活的海鲜 对 今天终于实现这个海鲜自由了 我们总共买了有六样啊 加这个 海鸭蛋 海鸭蛋 总共是两百多块钱 对 两百一十一啊 价格还是很美丽的 而且可以吃很多的品种啊 待会带大家一起品尝一下 我们的皮皮虾献上来了啊 这个刚刚它是用椒盐给我们做的是不是 对椒盐的 来来来 华姐的海鲜之旅 尝一下 哇 好大呀 这个鲜 鲜蛋 好大 好大 还是很大个儿的啊 感觉肉很肥 对 现在开始吃了 嘿嘿嘿 就打个头 今天可以爽爽的过瘾吃了 对 其实我们过两天 如果再往北海走 到那边还可以实现海鲜自由 嗯 这皮皮虾献身 看这 先把它腿 先都 全都给它扒了 哇 看 不错吧 哇 哇 好吃 怎么样 嗯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这个虾带点甜味 虾肉带甜味的 很好吃 说明很新鲜 对很新鲜 所以还是要这种很新鲜 立马去做的感觉 嗯 真好吃 新鲜的海鲜这种鲜甜味 嗯 太美了 哇 又上来了几个 这个大蟹 大青蟹变成大红蟹了 然后这是鲍鱼 生蚝 哎呦 哇 闻着这个蒜香味好香 哎 我看 哎呀 怎么样 朋友 这个肉 这个 绝对好吃 是不是很好吃 嗯 真的好鲜 嗯 嗯 不用蘸任何料汁了 对 哦 看一下 看看 美美的鲍鱼 哇 流汁了 这个它是那种蒜香蒸出来的 嗯 太好吃了 很香啊 嗯 可以 鲍鱼的肉很紧实 嗯 还有生蚝 你看它这个生蚝 嗯 刚刚开了几个 肉还可以啊 肉 肉相当不错 我太喜欢吃生蚝了 华姐是特别喜欢吃海鲜啊 嗯 所以到了这海边 哎呀 美了 嗯 嗯 这鲍鲍鱼好吃 好吃啊 哈哈哈 鲜甜的味道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新鲜啊 一旦新鲜了这些口感就会很好 嗯 哎呀 我也要来过瘾一下 直接脱壳了 嗯 鲍鱼很好吃 哦 这个蒜香味太香了 朋友们 看一看 哎呀 海鲜自由了 哈哈 味道真不错 嗯 他们家的加工味道真的也还不错 对 基本上都能吃出来这个海鲜的原味 嗯 好吃 哇 这个鲍鱼好低 对 真香 哦 我觉得这个皮皮虾太好吃了 喜欢 肉身好 看 剥了个真正的虾肉 哇 太好吃 好吃 太鲜了 哇 这吃的很过瘾 再来一个 哇 看一下朋友 太棒了 所以如果要来防尘感玩的朋友们 真的一定到这来 我觉得这种吃海鲜的感觉太好了 很喜欢 有没有小剪刀 我吃螃蟹的剪刀有吗 嗯 给我拿一下 谢谢 我 鲜鱼上来了 这个鲜鱼 好 谢谢 谢谢 给 吃蟹的 嗯 我们今天的这个鲍鱼和这个生蚝啊 用的是蒜蓉蒸的 然后这个鲜鱼是用豆豉蒸的啊 然后这个是椒盐的 啊 他们这个叫白灼蒸啊 哎呀 味道相当不错 尝尝这个鲜鱼啊 嗯 怎么样 鲜鱼感觉也很肥哎肥嫩肥嫩的感觉 慢一点啊 太劲动了 好吃啊 嗯 好吃 哇 这个鲜鱼 我很喜欢吃这个鲜鱼肉 对 鲜鱼的肉吃上就很香 嗯 好吃 今天肯过瘾 嗯 今天肯过瘾 太过瘾了 我们今天为了吃海鲜 然后主食都没有点 经吃肉了 对 可以多吃点 又不担心肠肉 对 哇 蒸鲜鱼的肉 很香 还很筋的 对啊 Q弹的感觉 对 再来一个鲍鱼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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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很筋 嗯 这麦鱼肉吃哦 到嘴里以后特香 嗯 尤其它这个皮也好好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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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吃上真贵 嗯 南部念到北海的时候 嗯 再到海鲜市场可以买好多 回来自己蒸上也可以吃 对啊 华姐开始要吃她的最爱了 嗯 哈哈 螃蟹 腿也留着吃 大干异常这件事 哈哈哈 哇 这螃蟹还是很大的 啊 这是个母的 嗯 嗯 哇 看看她这个糕 怎么样 对 哇 哎呀 这个糕不多嘛 啊 就一点啊 看着不多感觉 对 还没有她 没有她摆着的多啊 嗯 对 她说这种是吃糕的是 80亿斤啊 对 这一个是63 但是我们打开的这个 这感觉跟拆盲盒一样 得开运气 哈哈哈 来朋友们看一下这个糕 怎么样 哎呀可以呢 油黄油黄的啊 嗯 哇 好吃很香 嗯 朋友们我们那一大桌 基本吃完了 就剩一点鱼了啊 嗯 然后就把那个鱼打包了 嗯 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这种体验啊 我们是第一次啊 嗯 感觉还是非常非常好的 嗯 嗯 做了五样菜嘛 嗯 我们买的是将差不多200块钱啊 加工费是72 对 加餐具总共是76 可以 我觉得收费还挺合理 嗯 还是不错的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到这边来感受一下 对 我们现在吃完了 再往前走一个 有一个海边的一个那个 长堤啊 嗯 我们带大家过去看一看 那里的风景也很美 只不过现在海上生雾气了 对 起雾了 不知道大家待会能不能看出来了啊 这会海上的雾气特别大 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 就海鲜市场走过来走到头啊 看这 这就有个长堤 哎呀但是朋友们 这边雾气太大了这会儿 都看不见海面了 没有办法飞无人机 嗯 我们还想给大家飞一下无人机 这很漂亮呢 刚好是这个渔港在这儿嘛 是不是 好多渔船 还有海鸥 还有大海 您看这船 都看不见了已经 相当恐怖飘里的船 哎这水还挺轻的 你看到没有 对这水还挺轻的 嗯 能看到下面好多垃圾 是 这哎呀要是能把这个海水 大家能把卫生做好啊 嗯 不要乱丢垃圾 这海水会越来越好了 以后这里面能回馈给大家的这些 海鲜才会越来越多啊 哇这边的水很清澈 你看这边都是渔船 嗯 但是现在都看不清 哇这艘船感觉好大过来 哈哈哈哈 哎这种雾里面看船的感觉 就有点恐怖飘的感觉 对 哎飞不了无人机了 这样 又看不见美景了 这个海边啊 哎那是一条长堤啊 哦是哦 那才是长堤 我们走的这个不是 嗯 对在那儿 我们往那边走走啊 嗯 你看就从那过去的 对这海边上的这个气候变化太快了 我们前面吃饭的时候这边还很勤 嗯 你看吃完饭出来就这么大的雾了 就是这一条棚啊 海上长堤 你看雾气很多 这边基本上是用这种石头雷起来的啊 所以路还并不是很平 今天有雾太不好了 这可是真正的海了 对 这地方是属于南海北部弯 啊 慢点啊 嗯 哎呀 哎呀 哎 小心啊 嗯 哎 我们无人机都拿了 这个飞不出来 看旁边就有一条很大的渔船啊 啊 这个感觉真好 要是没有雾气就更好了 就是啊 吃完饭散步还是很好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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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